老人花1200万越南币买下神奇水牛 20年后身价暴涨 但凡出门总有人花钱求和影 粉色怪牛成了当地活招牌 甚至有人出价28万求着买 大牛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最后花落谁家了呢 眼前体型壮硕的粉色怪牛 是邓文仪在泰国游玩时意外捡到的宝贝 家境贫寒 一年到头全靠种地和放羊维持生计 一到农忙的时候 一家老小就连最小的小儿子都得跟着下地干活 村里人美美壮健都夸邓文仪好福气 但他心里一直很不是滋味 心疼家人辛苦 邓文仪早就盘算着买一头水牛帮家里干活 只是手头不宽裕 一直没能在牛市上物色到合适的水牛 没想到这次旅游能有意外收获 当时他正在一位老友家里做客 出门闲逛的时候 一眼就相中了 正低头吃草的粉色水牛 在老友的帮忙下 邓文仪和体型壮硕 身穿粉色外衣的大家伙有了缘分 主人家以养牛为生 因为牛太多 早就盘算着把粉牛卖掉 见生意上门高兴的和不拢嘴 端茶道水热情的寒暄一番后 主人表示 邓文仪要是真心喜欢 就给个友情价 1200万越南币直接拉走 老友听了这话脸色大变 觉得主人家这是趁火打劫 水牛看着粉嫩 但根本不值这个价 邓文仪却觉得十分划算 当场就一手交钱 一手拉牛完成交易 不顾劝阻当天就找了一辆车 把牛拉回了家 老人花1200万越南币 买下神奇水牛 大家都说他是冤大头 只有邓文仪知道粉嫩的大家伙 绝对不同凡响 自从不顾老朋友劝阻 把牛拉回家 浑身粉粉嫩嫩的大牛 就成了村里的稀罕事 从早到晚都有人上家里参观 看热闹的村民 对水牛粉色的皮肤议论纷纷 有人觉得这头大家伙是变异物种 有人觉得这样的牛太怪不吉利 毕竟一般的水牛 都是皮肤有黑 体格健壮的大汉 是种地秋收的好帮手 家里人听说邓文仪花高价 就买回一头水牛都十分心疼 家里本来就不宽裕 粉色的大牛看着漂亮 要是不能干活 就是个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 既然已经到家 那就是家里的一份子 一家人虽然心里有怨气 但对唯一的牲口相当宝贝 从早到晚准时投喂 天黑以后还给家炖饭 尤其是邓文仪的小儿子 对水牛更是爱不是手 恨不得搬到牛圈去住 时刻看着大牛 生怕家里最贵的宝贝被人偷走 人云亦云 听了左领右舍的分析 连邓文仪都对小粉牛的劳动力 深表怀疑 没想到第一天下地水牛 就给了所有人一个意外的惊喜 老汉意外捡到宝贝 粉嫩的大水牛成了当地牛明星 有人愿意花28万购买 让人没想到的是 大水牛看着粉粉嫩嫩相当淑女 一下的战斗力直线飙升 一口气更完一大片 还是干尽满满 邓文仪一个人根本控制不住 长得好看不说比一般水牛还能干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邓文仪一家的细心呵护下 大粉牛越长越壮 飙悍的体格 让当初说风凉话的村里人看啥了眼 不少村民眼馋邓文仪捡到个宝贝 都想到牛市上碰碰运气 只可惜粉牛是水牛突然基因变异的结果 不是谁都能那么幸运 自从把大粉牛拉回家 邓文仪就成了村里的大名人 一露面总有人议论纷纷 为了炫耀自己的宝贝水牛 每天给洗澡晒干后 邓文仪就会拉着牛出门溜弯 一人一牛形影不离 就连到镇上赶大吉 都不忘带着自己的老伙计一起 结果粉红色的大牛一出现就引起轰动 大家争着跟大牛合影留念 水牛个头高大体型彪悍 身体却是粉红色 实在是稀罕 慢慢的县里出了一头神奇水牛的事 传遍了十里八乡 不仅记者赶来采访 要出钱买牛的人 更是一波接着一波 甚至有富豪愿意出28万 但都被邓文仪一一拒绝了 二十多年的陪伴 粉色的大家伙早就成了家里的一份子 临终之际 邓文仪特意交代儿子 要善待退休的老水牛 不可以为一己私利 把辛苦多年的老伙计抛弃 就这样 小儿子接过照顾水牛的重任 为粉色大水牛养老送中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可以帮你帮助